Looking to minusPlease 她很注重 君深 TDO氏 istun 西айн 除了紫音很緊張 大家又好开心 又开心又紧张 嘗試Josephine会带紫音 做一個關於Soul Purpose的練習 給大家看看會怎樣運作 接下來我們在MIHA電視台中 Josephine會來帶我們靜心的練習聚會 記得留意志恩塔羅解的Facebook專頁 我們會在那裏公佈 或者我自己的Facebook也會說 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會收一個半買半送的價錢 來一起玩的Josephine帶我們 好了Josephine 事不宜遲 放在這裏任意 教我 很好 很感謝你做一個好示範給觀眾看 我努力 靈魂目標 我如果是上課 我會叫同學寫下 但你現在很厲害 不寫下也可以 我現在就想你完全不要客氣 你完全是讚賞自己的時間 你慢慢感覺一下 告訴我 你的優點 你的天分 是什麼 優點 我覺得我說話很厲害 到底是誰 我也很願意 在這裏 真的 其實很很理想 對我這樣好 我有一個我馬上看什麼是美麗的 省眉眼光 還有我很慈悲心 夠了嗎 你優點很多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當現在沒有人在看你 數一下自己的優點 我很有上進心 不停找方法給自己 愈來愈做得愈好 慈悲心就好像說了 我會很體諒人 會盡量我的能力對我身邊的人好 愛親身邊的人 還有很願意幫助人 會盡量幫助 我現在已經覺得不太舒服 老實說 其實我們中國人的方法很不習慣 但是還有 還有 天分 你覺得自己的優點 說得很好 天分就是 糟了 竟然說不出了 已經說不出了 不是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還要說有什麼好處 有慈悲心 幫人 幫人 審美眼光 有孝心 有孝心 喜歡幫人 很願意盡量 你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你剛剛說的是 審美眼光 沈美眼光 很好 沈美眼光 願意去學習 我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 愿意接受不同的人 我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都很可以接受 有些人全世界都觉得不可以接受 我都可以接受 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很大的宽容度 这是宽容度 很大宽容度 还有好处 我体能很好 我手很大力 体能很好 我每天都会做运动 很少会休息 除了这些之外 有没有觉得好像天赋 或者有没有人的 但我的意思不是小提琴 不是小提琴 是打球那些 譬如你很容易理解到别人 或者你很容易把一些困難的概念放在一起 你是很聰明 突然间别人揹你就可以揹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那些东西 除了做节目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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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我自己没有想过 但是发觉 无端端去到做了的东西 还有就是说 原来我为什么无端端做得好 这些东西 就是有这些东西 例如书记 都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人就是会帮到别人的 跟别人看牌 跟别人聊 他们就会帮到别人的 是不是intuition 很准确的 intuition 其实不是最主要是直觉 我觉得是compassion 我自己觉得 compassion 你帮别人书记得很准 你是充满慈悲 你会帮到别人的 接受 接受 因为你是什么人都可以接受 已经很特别了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 宽容度 你如果有宽容度 什么人都可以接受 有些东西可以看得很准 你慢慢 不用回答我 如果你用一样东西来 作为一个代表会是什么 现在我可以迟回来 譬如有些心 就是一个symbol 很大宽容度 又很容易read到人 又很大慈悲心 你会有什么symbol 你会走出来 symbol 有些人是说 原来自己是一团火 原来突然有个人 我是一个紫色的水晶 有些人说是一团火 因为它是八件 什么都可以砌出来 是什么symbol 你觉得是适合你 我刚才看到一个神父 但我只是一个女人 我不是看到修女 我看到盛梦玛丽 那类东西 充满爱心的一个 是否要出道 是神父 不知是神父 我看了我死了 我走错了 不用死 先做这些 用这些 随时可以转 然后 这个exercise完 其實你裏面是一個 例如出家也好 出家人充滿愛 這是你的 soul essence 是一個很獨特的特質 這個先記住 出家美女 另外一個 你看方不方便說 如果我們上課 我會叫同學說 在人生裏面有些挫敗 我們有些同學說 以前讀書永遠都是不明列前茅 但為什麼考不到大學 就是這樣 或者是一些人際關係 每次都被人騙的 但他人的心很好 有些什麼挫敗可以分享 我就沒有人騙我的 多數人都對我很好 我覺得自己的挫敗 但我覺得自己很挫敗 就是我覺得我不成功 有沒有例子 譬如那個人說 我明列前茅 但我考不到香港大學 有沒有一些例子 有啊 我的例子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由我讀完書 我最初讀時裝 我覺得自己做什麼都不成功 我想做時裝 做過時裝 做過設計 但我沒有將他做成功 我的挫敗就是 我沒有將他做成功 去到慢慢我做了演藝 我都是沒有成功的 我覺得自己是失敗的 我的挫敗就是 我覺得我不成功 我時時看到別人很成功的時候 其實我是傷心的 自己覺得自己有種感覺 覺得我就是不成功了 你覺得我很失敗 還是我很難成功 我不成功 我沒有成功 很難成功 我很失敗 我應該用哪個方向的感覺呢 不要緊 其實都很像的 很難成功 我又未去至於很失敗 因為未成功 我不成功 我沒有成功 我做什麼都沒有成功 我做什麼都沒有成功 做什麼都沒有成功 這件事經常擋住你充滿愛心的事 因為你一上出去 都沒有成功了 這很有感覺 你說什麼 不用做了 都不成功了 所以我們有一層東西 會擋住自己很漂亮的天分 很漂亮的天分 我是不會成功 所以這件事我們就要處理了 我們要處理這個 我也不會成功 你最想這件事沒有了 是replace by 什麼 是一個什麼感覺 很安樂 很成功 很安穩 很有信心 哪一種感覺 沒有了 我不會成功 是剷除了 你說你想是一個什麼感覺 我可以 是什麼感覺 所以是什麼感覺 我想是一個得到的感覺 我得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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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感覺我得到的 我得到了 我得到了 我擁有了 我得到了 我得到了 如果我們上課 我們會叫同學練這兩個 回家每天都會感覺 我得到了 那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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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理我怎麼做 你不要理我怎麼做 總之我成功了 而且這裏就是 出家美女 是什麼感覺 出家美女 不是你真的要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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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 你喜歡的 出家很舒服的 你喜歡的 你有沒有這樣說美女 出家人 出家人很舒服 比出家美女 出家人有什麼感覺 充滿慈悲 為懷 什麼人都可以接受 我得到了 每天只練這兩個感覺就可以 死了 我會不會出家 死了 如果我得到了 立即離婚 對不起 我現在要出家 其實我得到了 這件事 之前那件事 是阻礙你 那麼充滿愛心和直覺的你 我得到了 你將它紮實了 你真的不用出家 是你那個愛心 什麼人都可以接受 加上 那種意識 就會很快 這樣 打擾你的Beingness 之前是那一陣 阻礙了 裡面那一陣 又不是很清晰 就是出家的感覺 其實你不是出家 你是一個愛心 愛心牌 對 對 那你不喜歡 你可以改的 沒所謂 所以這就是我們Soul Purpose 裡面 其中會做的事情 明白 非常之好 一個很清楚的方法 但如果你說我現在的感受 我覺得我還沒有做 你剛才說的最後一件事 就是要去感覺 要去感覺這兩個感覺 對 有沒有時間 其實我想 過年我學了這麼多課程 有某些時間 我會去做 特別是 我跟我的天使聯繫的時候 我會去做 我得到的感覺 每一天 例如好像Affirmation的感覺版 但因為太多練習 很多時候做了其他事情 我沒有做死一種方法 好像脫掉了 所以我的同學 為什麼我的課程是要三課呢 第一個禮拜 他們知道要練習這兩件事 我每天要看他們練習 我有一個網絡群組 他們每天都會練習 第二課程會告訴我 其實到三課程已經21天 很多時候 我們一個新的習慣 其實21天都能組成 但我會覺得 通常那些人承諾了來上課 他都會乖乖地做 通常他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和學費 然後來不做功課 來令自己浪費了 所以上課有一個好處 就是全班一起做 大家會鼓勵 對於我來說 我少不免 一看到Josephine的樣子 多多少少會 經常會去想 Avatar和Josephine 你現在的事情 會去Compare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但在我心裡會想 而在這一刻 我有一個感覺 除了我去想 我們都知道 Avatar 是很讓大家去做自己的源頭 完全不會告訴你任何事情 而讓你自己去探索 但在那個裏面 每個人的得著又是不同的 他可能有時候真的找很久 他可能都未必會找到 但是呢 你現在給我去到經驗到的 有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 某個程度上來說 真的可以說是快一點的 可以說 有些感覺 是好像是快一點的 所以很有趣的 我以前自己都會去上 很多很多的課程 但是這個問題 Josephine也可以告訴我們 你的見解 就是 我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現在很多時候 就是 都不主張大家 或者我自己都不特別 會經常去上課 因為已經 第一 將所有的錢都花了 上課 第二 就是因為有很多課程 可以上課 第二 我也不會經常推朋友去上課 或者 你可以自己感覺一下 真的合適你自己 這個方面 Josephine 我們很順利 我也很順利 我也相信觀眾朋友 對你的感覺 是毫無保留 告訴我們很多事情 這個問題 你的看法是怎樣 關於上課 上課 我以前真的很上課 因為你知道我的經驗之後 我就到處去找 我覺得 對我來說 事情是要知道的 但未必一定要知道 互聯網是很方便 很多事情是可以知道 知道後 也可以自己收 我覺得 對我最有幫助的那兩件事 一就是教 一教是通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越寫越多 現在有同學就說 Josephine 你可以幫我寫個課程嗎 我很想上課 我是不是教你 是不是真的 我真的寫了一個新課程 有 沒出的嗎 教了 不過我12月 都不知道怎樣引起這個圈 還沒想到 是什麼名字 Time is life 時間是生命 關於時間的 怎樣去管理時間 但不是一個time management的課程 是一個用人生價值去管理人生的課程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教 當然我會經常鼓勵同學 譬如我有時教 他也有來上課 我會說 不如你帶個meditation 才會說 很害怕 不怕 不怕 不如你們幫忙自己 或是你自己教你身邊的人 好像C Michael 那四步 我吃飯都會跟別人說 我真的覺得很好 第二 如果上課差不多 我覺得應該有些 有沒有同修 心靈上的朋友 大家可以聊聊天 但不只是閒聊天 而是在心靈上 大家怎樣交流 一群人 或者一兩個人 可以大家一直在那條路 也會有很好的感覺 互相扶持 互相扶持 我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不知道說什麼 怎麼辦 好 其實很感謝Josephine 今天來到 帶了很多東西給我們 還有Josephine自己 很特別的經驗 你的故事 是的 我們在這裡 很希望你帶給這個世界 你回來 即是沒有走 既然不客人 帶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相信 對大家都很有幫助 我們期待 在MIHA這裡 我們會 開整個Meditation課程 好 好 不是課程 是聚會 大家記得 如果你們有興趣 經驗一下 Josephine帶的 不同的Meditation 還有Grain Yoga 大陸瑜伽 大陸瑜伽 其實有些想 大陸瑜伽 可以在這裡玩 其實都可以聊 我們看看開幕後 如果你們有興趣 記得上去 紫英泰羅街的Facebook page 告訴我們 你想上去 好嗎 不然你們 我們會6月 6月 好嗎 好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 紫英塔羅街的節目 記得快點上去 YouTube的MIHK 紫英塔羅街 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 訂閱訂閱 還有記得上網頁 MIHK的網頁 去登記用戶 然後可以每個月 38元 就可以重溫 我們以前精彩節目的內容 這個網頁 記得訂閱 紫英塔羅街 人生中難免會遇到難題 或者困惑 而塔羅牌 它就是一種幫助我們 尋思和考慮事情的工具 如果你的生命裏面 現在都遇到一些難題 想要得到一些指引 或者啟發 現在 紫英塔羅諮詢服務 就可以幫助大家 我會透過78章 以宇宙象徵符號 來全面表達人生智慧的指牌 看透了解你的潛意識 從而看到你命運的趨勢 然後作出最適當的選擇 所以與其說是占卜 其實它更加是一種自我的探索 令到你可以更加真正的了解自己 而塔羅牌 它也不是任何一種宗教 所以任何人士都可以參與 歡迎你去到 store.mihk.tv 選購你專屬的塔羅時間